假如2019年的网红口味是咸蛋黄 那么2020年应该属于香菜 香菜这个蔬菜界的榴莲 香料界的异类 山东人的灵魂 香气时的必达体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新口味之选 不仅是吃喝香菜的破圈力惊人 低财经CBN Data消费战不完全统计 仅是2020年上新的香菜商品就有10种之多 中招的有奶茶 咖啡 月饼 甚至还有香水 品类有吃有喝 口味有咸有甜 不一而足 也许是受日本饮食文化影响较大 港台地区对香菜的新品研发更为大胆 譬如今年的网红月饼 香菜月饼 就是由香港本土甜点品牌秋希 与台湾品牌香菜先生联手推出的 香菜闻着到底是什么味 香菜中含有40多种化合物 其中82%是醇类 17%是醇类 肥皂和洗手液中有类似的全类化合物 春相其实就是臭虫 攻击敌人的毒物里也有 所以有人说香菜是肥皂味或臭虫味 不好闻 也有很多人说香菜很香 你喜欢香菜味吗 现在记者报道 现在记者报道 请不及身份 请不及ков证明